我们讲double integrals 就是二重积分 二重积分 那么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它的definition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曲顶柱体的体积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讲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曲顶柱体的体积 这个体积的 体积的计算 我们这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是直线 也许是个曲线 这两条显示屏的 我们计算这样的曲顶柱体的体积 我们要怎么样算呢 因为它的顶是一个曲面 那我们已有的这些初等数学里面 计算体积的公式没有一样是可以 没有一样是可以去计算的 这个顶是 例如说顶是一个曲面 这也等于fxy 那我们 我们 回顾一下 我们在定积分里面 定积分里面 它这个面积 我们一个区边体型的面积 我们是把区间画得很小很小 在每一个小区间里面 可以用 用长方形去近似 用长方形去近似它的 每一小部分的体积 每一部分 每一小部分的面积 那对曲顶柱体 这个样的体积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先用 平行x轴和平行y 平行x轴和平行y轴的这个 这个直线 给它 分区 分成小块块 我们就像这个 平面 就像求区边体型的面积的时候 我们是 用平行y轴的这个直线 给它 把这个分开 把整个区域分开 那么在这里我们平行x轴和平行y轴的直线 我们这样子分开 这是平行y轴的 好 在每一个小区域里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是这个样子 好 在每一个小区 每一块小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 用长方体去近似 那长方体怎么近似呢 我们因为这是平 底部 底部是平行x轴和平行y轴的 这个直线给它分开的 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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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小段 我们可以认为是x的 这是 这一小段 是y的增量 这一小段 是x的增量 然后我们可以 它顶部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曲面 一个小的曲面 但是因为我们假如说 fx y 它是连续的 如果fx y是连续的 那么当这个x变化很小 yx和y变化都很小的话 那这个函数的变化也很小 函数的变化也很小 那么我们可以用 在其中取任意一点 作为它的高 我们可能是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长方 长方体 用你这样的一个长方体的体积去近似 也就是说 这一小块的体积 可以近似的用 这个我们叫做DELTA VI 这个是DELTA AI 这底部面积是DELTA AI XI星和YI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取任何一点 在整个这个小的这个 长方形里面 也就是说 x加上DI 就是在 在 XI YI 和 XI 加上 DELTA XI YI XI YI 加上DELTA VI 和 XI YI XI 加上DELTA XI YI 加上DELTA YI 以这四个顶点 这四点 所 形成的 长方形 这四个点形成的一个长方形 这个面积 是DELTA AI 那么在这四个点形成的长方形的里面 我们任意选一点 我们把它叫做 XI星 YI星 那么 F XI星 YI星就是这个高 如果这一点是 XI星 和YI星的话 那 这个高 这个值 这个高正好是 F XI星 乘上 F YI星 那么 高 底面积 是DELTA AI 高 是F XI XI星 YI星 那么 底面积乘高 有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写成F XI星 YI星 如果在支架座标系一下 这是DELTA XI 乘上DELTA YI 那 这是这一小块的面积 那么 这一小块的体积 那所有的体积 是每一小块的体积 加起来 那 就是我们求和 I从1到N 这是F XI星 YI星 然后DELTA AI 这是我们体积可以用这个合适来近似 用这边的合适来近似 那 当我们把这个区域化的更小的话 我们区域化的更小 那么近似程度越好 那么当每一个DELTA AI趋近0 或者是DELTA XI DELTA YI 都趋近0的时候 DELTA AI趋近0 或者是DELTA XI DELTA YI 都趋近0的时候 那么 这个面积就是它的精确值 那么DELTA XI DELTA YI 都趋近0 那我们就是求个极限 就是DELTA A趋近0 或者是N区间无穷大 那么求和I从1到N FXI星 YI星 这是DELTA AI 这DELTA A是它的最大的那个在一块的面积 最大的那一块的面积去近0 那么其他的当然所有的都去近0 那么其他的当然所有的都去近0 或者我们把它写成这个DELTA X去近0 DELTA Y去近0 而且N是去近五穷大的 这是I从1到N FXI星 YI星 这是DELTA X I乘上DELTA YI 这是DELTA X是最大的那个DELTA XI DELTA YI DELTA YI 那这是我们面积的这个精确的公式 那我们看到那写了这么大一串 这又是又是LIMIT 又是合适 还有上标下标 还有各个像趋近0 还有后面有MAX 还有这DELTA X和DELTA Y的各种各样的定义 那我们避免写这么多 我们把这个LIMIT和合适 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就是用在这个 这个是区域D上的二重积分 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就是它是二重积分 因为这是一个面积 所以它是二维的 所以是二重积分 这个区域也是一个二维的东西 这个D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写成 这是区域D上 FXY DXDY 这是我们后面这种 DELTA X DELTA Y 这种方式来 给出了的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积分 所有的积分都是一个 合适和一个极限的一个符号 表示 这个就是我们积分的定义 二重积分的定义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它的定义给出来的 好 那我们这个 我们把它 这个叫做它的definition 吧 嗯 应该是这个 嗯 我们的definition 给它写在这儿 definition 就是double integral over region D D是平面上的 这个D FX 在D上的积分 D A 它就是一个limit D D A区间0 或者是N区间无穷大 求和I从1到N 这是F XI 星 YI 星 呃 乘上D A 当然说 XI 星 YI 星 这个 呃 这个点 是在 哪个区域里呢 就是在XI 和 在 XI星 它是在 XI-1 XI星 它是 XI-1 到XI 之间的 YI 星 也是 YI-I -1 到 YI 之间的 一个点 当然 这个 嗯 它 二重积分 也是表示 这个DX 区近0 DY 区近0 求和 I从1到N 这是 F X I星 YI 这是 DELTA X I DELTA DELTA YI 这是我们的 嗯 二重积分 那二重积分的定义 就是Double Integral 它的Definition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Limit 加上一个 和号 Limit和和号的合并 我们用二重积分的来写 那么 对二重积分 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定义 Properties 它有一些性质 这些性质 我们可以 直接有这个定义得到 第一个 第一个 呃 常数 呃 呈生一个函数的积分 是可以把常数提出来 这个跟我们 呃 其实二重积分的这些 呃 性质 跟我们的定积分的性质 都差不多 就是 DF 它们的性质都差不多 那这个 我们 这些 证明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用定义 直接得到的 呃 第二个 呃 我们F XY 加上 G XY 加减吧 D A 我们可以 分开成两个 呃 两个 函数 相加减 然后做积分 我们等于 分别做积分 再加减在一起 呃 区域D 啊 D 是等于 D1加上 D2 而且 呃 呃 D1 啊 我们说是 嗯 D1 交D2 D的类部吧 交D2 的类部 是等于 呃 我看 呃 用语言说出来 应该说是 呃 如果D 可以分解成D1加D2 而且是D1 呃 D1 和D2 相交是空级 也就是它们不相交 嗯 嗯 Intersect 嗯 D1 D1 And D2 D2 嗯 嗯 D1 Do not intersect 嗯 除了 除了 边界以外 呃 除了它们边界 呃 相交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 不相交 那我们 在D上的积分 可以分解成两个积分 D1 在D1上的积分 再加上在D2上的积分 好 这个我们从几颗上可以 也直接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出来 嗯 第四个 呃 这个 呃 这个 嗯 面积 啊 1的积分 好 1的积分 就是它的面积 1的积分就是它的面积 1的积分就是它的面积 那我们 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是1的话 呃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这个F都是1 那么Delta ai 全部加起来 就是Delta 就是a嘛 啊 第五个是我们叫做 比较定理 如果说Fxy 小于Gxy 在D上是 啊 Fxy是小 始终小于Gxy的 那么在这上面的积分 它也是始终小于Gxy的积分 Fxy 在D上的积分 小于Gxy 在D上的积分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定义来算 我们只要给他们选择一样的partition 啊 选择一样的分解方法 它是 那么得到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呃 这个比较定理 呃 特别的 呃 特别的话 就是 呃 Fxy 啊 在D上的积分 DA 这个 绝对值 啊 积分的绝对值 小于绝对值的积分 啊 积分的绝对值 小于绝对值的积分 那我们把第五条拿来应用一下就可以了 啊 那因为 因为我们 呃 Fxy 它是小于等于Fxy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负的Fxy的绝对值 所以 我们积分 Fxy 啊 D A 它是小于等于这个 绝对值的积分 啊 大于负的这个绝对值的积分 啊 大于负的这个绝对值的积分 那么两边取 那样 那么全部取 呃 绝对值呢 啊 全部取绝对值 我们就得到了 Fx y d A 啊 有这个定理 有绝对值的定 有绝对值的这个 呃 定义 我们就知道了 积分的绝对值 小于绝对值的积分 啊 第七个我们是 呃 叫做 嗯 估值定理 如果Fxy 它有最大值 有最小值 最大值 大M 小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如果Fxy 大M 大M 那我们就在这个D上的积分 好 我们还是在D上啊 DA 我们写的中间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积分 Fxy Fxy 它是小于大M乘上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R 小于等于小M乘上R 这个我们直接用第六条的 啊 第五条的定义直接就知道 知道了 啊 直接用第五条性质我们就知道 嗯 嗯 这个因为 Fxy DA 它是小于等于 呃 大M DA 大于等于小M 啊 小M乘上DA 那这个积分出来 M可以拿到外面来 所以 左边的是 呃 小M A 右边的是大M A M拿出来就变成E的积分 E的积分就是它的面积 啊 最后一个性质 这个性质跟我们 啊 定积分的性质很像 就是叫做终止定理 嗯 嗯 如果Fxy 啊 是Continuous的 嗯 在D上啊 嗯 嗯 Closed 啊 我们说是closed的 啊 我们说在B区域上的连续函数 它有最大值最小值 所以它有这个 所以它有这个 介质定理 叫做 Intermediate Value Sear 介质定理 也有最大最小值 呃 那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 呃 存在 呃 存在 呃 一个 点 我们用X0Y点来表示吧 存在这么一个点 在D上的一个点 使得 Such that 呃 在D上 Fxy D A 它要等于 正好等于 这个点上的值 再乘上它的ERA 这个 我们想一下 我们一远函数 那个导数的中值定理 是 导数 是等于 在 存在一点 它的导数 是等于FB 减去FA 除以 B-A 或者说是 在这一点的导数 乘上 B-A 是等于 FB 减上 FA 这是导数的中值定理 其实也跟导数的中值定理一样的 我们 我们在 一元函数积分的中值定理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如果用 那种变上限积分的话 比出来跟导数的中值定理是一样的 那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我们去证明一下这个 那么导数的中值定理和 积分的中值定理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 我再会 用 在这个网站上 去写一篇文章 去阐述一下 导数的中值定理 和这个积分的中值定理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 在这里我们不展开说 那我们只证明这个 二重积分的这个中值定理 我们怎么证明 那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B区间上的一个B区域上的连续函数 所以 我们说 Fx Y Continuous Unclosed 那么 那么它就 它就有最大最小值 最大值 和最小值 它就有最大最小值 那么有最大最小值 我们就是Fx Y D A 它就小于等于M A 大于等于小的M A 这个刚才我们在第七条 我们算过了 那么两边同时除以A 那我们就是 A分之一 Fx Y D A 是小一等于大M 大一等于小M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A分之一 Fx Y D A 它是 介于 大的M和 小的M和大的M之间 那么我们有介质定理 A Intermediate 有介质定理 那么 存在 一点 x0,y0属于在D上,使得fx0,y0等于这是a分之一,这是D,fxyda,这是积分的终止定理。 当然说,这些性质,我们直接用来计算的地方不多,但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用到,就是我们默认会用到这些性质。 那这里我们就不去举例了,我们主要是弄,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弄清楚啊,特别是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 那么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应用题,一些应用题,我们是首先也是根据它的实际上,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合适和积分和极限。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积分来算了。如果说一个实际问题都可以,如果一个实际问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如果一个实际问题可以写成一个极限加一个合适的样子,那它就是一个二重积分,或者是到后面我们是会用一般的二重积分或者三重积分,就是一般的积分的方式来算。 只要是一个合适和一个极限,它都是用积分来算。 好,那这个定义二重积分,double integral和它的性质,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讲它们的计算。